哈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题解答题 就一解答题就需要写过程了 而且解答题的每道题是12分 好吧 好那么来看一下第一题计算 25加36加49加64加点点点点 加到400等于多少 那么这道题很明显求和对吧 那它是不是一个等差数列求和呢 咱们来看一下差箱子不将等 25和36差是差11对吧 36和49差是差13 然后49和64呢差是差15 所以它是不是等差数列 必须不是吧 那不是等差数列我们应该怎么求求和呢 注意在这期课咱们除了讲了等差数列求和之外 还讲平方求和吧 那么25它可以看成是几的平方 5的平方对吧 366的平方497的平方 648的平方 一直到400几的平方 20的平方吧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道题是一个伪装的平方求和 对不对 但注意这道题它由于不是从1的平方开始加 所以我们需要先把1的平方加到4的平方先补上 明白的意思吗 因为我们之前讲平方和公式就给同学们强调过 平方和公式一定得从1的平方开始 对吧你现在不是从1的平方开始 那OK把这部分先补上 然后再减掉吧 对不对 那同学们计算一下 这道理答案应该等于2840 好吧第二题 如同说是外侧大正方形的边长是10厘米 那所以很明显可以求出外侧整个大正方形的面积就应该是100 对吧 然后在里面画了两条对角线一个圆和两个正方形 阴影的部分的总面积是28 那么现在问最小的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阴影部分你发现很乱 对吧 这边有一点 这边有一点 这边又有一点 对不对 但是呢 同学们没有发现 你看这块实际上是和这块一样大吧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块给它拼过来 同样的这块和这块是不是也一样大 所以这块也可以拼过来吧 所以你发现本来很困扰你的 你看这块和这块都被我拼了过来吧 然后再加上这个小三角形和这两块 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个三角形吧 而很明显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应该是整个大正方形面积 如果用分数来表示的话 应该是四分之一 是不是四分之一 你看两条对角线 相当于就是把大正方形平均分成了四分吧 对不对 那这个三角形占了其中的一份 也就是四分之一 而整个大正方形面积 咱们已经求过 是十乘十是一百 所以这个三角形面积就应该是二十五 对不对 而题目中告诉我 阴影部分的面积总共是二十八 那除了这个三角形之外 还有哪些部分是属于阴影部分呢 还有这块 这块和这块吧 而注意啊 这块咱们算过了 对吧 所以二十八减二十五 说明这块三块的面积应该是三 对不对 那这三块的面积是三 所以一块的面积就应该是一吧 那它是一 它是一 它是一 那么它也是一吧 所以中间这个小正方形的面积就是四 那我求出了正方形的面积是四 那边长是几呢 几乘次义在于四 很明显 二乘二吧 所以正方形的边长很简单 最小正方形的边长是两厘米 对吧 这道题就是一个动态集合的方法 我们通过平移移动的方法 把一些本来不相干的图形都拼到了一起吧 而拼到一起指导题解题方法就有了 明白了吧 好来 第三题 在四百米的环形跑道上 所以很明显指导题是一道环形跑道题 家家和海海同时同地起跑 如果同向而跑 所以它是一个追击问题 同向对不对 追击 然后指导三分二十秒 这是一个追击时间吧 对不对 而追击时间又知道 又知道一圈是四百米 那么海海要追上家家 应该是海海比家家多跑四百米 多跑一圈 那么路程差四百米 追击时间又知道 那么就可以求出这两个人的速度差 对不对 继续 如果背向而行 则四十秒相遇 那么这个是相遇时间 相遇的时候 两个人的路程和是一圈吧 所以路程和相遇时间就可以求出速度和吧 我们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速度差是用路程差除以追击时间 速度差 然后路程和除以相遇时间是速度和吧 对不对 注意一点 虽然都是四百 但这个四百 在两个算式中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 上面四百是追击问题 多跑一圈 而下面的四百是相遇问题 合走一圈 明白了吧 所以知道差和合 那么合差问题速度各是多少呢 一个是六 一个是四 同学们你们求对了吗 好 这是环心跑道问题 再来看第四 第四题依然是一个行程问题 是咱们这次学习的另外一种专题的行程 叫做流水行船 两船从相距一千千米的两岗 同时出发相向而行 两小时相遇 那么这个一千一百千米就是路程合 对吧 两小时是相遇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两条船的什么速度合 而且这个速度合就是船速的合 和水速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好 如果两船同时同向而行 十小时追上引 这是追击时间吧 追了一百千米 就可以求出这两艘船的一个速度差 而且这个速度差 就是船速的差 和水速同样无关 而这个地方老师再强调一下 刚才我们在讲试试点的时候就提到过 在流水行船的过程中 相遇和追击和水速无关 为什么说相遇和追击与水速无关呢 关键是速度合可以抵消水速 速度差也可以抵消水速吧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道题和水速无关 那所以速度合是50 速度差是10 那有差有合跟上一道题完全一样了 对吧 可以求出来 假船的速度是30 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咱们讲的两种形成问题 好 同学们我们来看这次的最后道题 第五题 把2到11这10个数填到下图的10个方格中 每格中的只能填一个数 要求图中的三个正方形中的四个数的合相等 哪三个正方形 这是一个正方形 对吧 有四个方格 中间一个正方形 四个方格 右侧一个正方形 四个方格吧 要求这三个正方形中四个方格的合要相等 要问 而且问这个合最小是多少吧 那么一样的方法 看到数正图 不管这道题多难多变态 我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代数法 怎么样代数 先找重叠数 哪些地方是重叠计算的 首先这个位置 它既在左边又在中间吧 所以设它为A 其次这个位置 它既在中间又在右侧 对吧 设它为B 除了要设重叠数之外 我们还要计算设的时候 还要设一个合 也就是相等的合是多少 好 那么来看一下老师的解题过程 设中间重合位置的方格分别为A和B 相等的合为K 那么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什么样的算式呢 一共几个合 一个合 两个合 三个合吧 所以是3K 明白了没有 3K 然后呢除了A和B 是被计算了两次之外 其他每个数都是被算了一次吧 那所以就意味着 A和B多算了一次 所以咱们额外加一个A和B 然后其他每个数都算一次 明白了没有 那2加到11等差顺略求和 这个等于65 然后65再加A再加B 等于3K 这到底要求和最小 也就是要求3K尽可能小 而3K等于65加A加B 实际上就是要求A和B尽可能小吧 那A和B最小是多少 2和3 但是可惜 如果A和B是2和3的话 65加2是67 67加3是70 70除以3除得近吗 除不近 对不对 所以A和B不能是2和3 那么稍微大一点 2和4 依然除不近 那么再大一点 3和4 明白了没有 所以下面A和B最小是3和4 此时的K是等于24 明白了吧 也就是和的最小值是24 而且我们可以把这种和是24的情况 给它列举出来 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不管知道数圈图的题 有多麻烦多变态 基本方法都是不变的 明白了没有 好的 那么这次测评所有的题目 老师都讲完了 同学们考的怎么样呢 现在开始计算一下你的得分 好同学们 你们算完了没有 那么算完之后 一定要再去想一想 自己错在哪 对吧 是形成问题还不太会 还是像这种数圈图组合模块不太会 那么有针对性的再去复习 对不对 那么咱们秋季班到这就告一段落 那么下面的课程就是寒假班课程了 那么同学们 咱们寒假课程再见吧 寒假课程一定会更加精彩 同学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